今天来到的是位于万华区新开幕的宠物友善餐厅 它靠近青年公园 也靠近新和国小 店内非常的明亮而且有插座 我们造访的时候还是是移民期间 不过用餐时间已经坐满了人 我们点了黑糖牛奶 咖啡 还有招牌的好运猪脚面线 好运猪脚面线呢有一颗荷包蛋 然后蛋黄是半熟的状态 另外下面呢就是面线 其实饭量还蛮足的 旁边呢放了几片青菜 吃的时候呢记得要把它搅拌开来 因为它里面呢是加了春苦茶油去做调配 可以看到旁边的蛋黄已经被我戳破了 蛋汁混在面线里面也非常的棒 好脚差不多了 接下来把荷包袋夹起来 哎破掉 把它夹起来了之后呢放在面线上面 已经支里破碎了 好再来是我们的猪脚猪脚 哇软Q软Q的 放了两块猪脚 然后呢用筷子轻轻的一夹 就可以把它的肉呢跟骨头轻松的分开来 另外点的是经典美食早餐 它会有双蛋 然后两根热狗 两片培根 两片火腿 再来是黑糖牛奶 这个是已经搅开来过了 上面的奶泡呢已经被我搅进去里面了 最底下沉淀的是黑糖 所以呢上桌的时候还是要把它搅开来 它是好运站的店狗 妹妹它超级可爱 而且每当有客人进来的时候呢 它都会很尽责的担负起店长的 最后的大任就是去迎接客人 那刚好呢吃完饭的时候呢 店里面客人比较少了 所以呢店家呢就让我跟狗狗亲密接触 可以看到它非常可爱 桌上的饼蛋是店家给的 应该是它的小零食 光是可爱的狗狗就让人构成了想去的理由了吧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